香港第五波疫情在一个月内 死亡数高达5000人 疫苗接种被视为关键 死亡个案中未接种 或只打了一剂疫苗 达占89.4% 80岁以上未接种 或只打了一剂 达占91.5% 死亡率的比较 未接种或一剂疫苗 达2.75% 已接种两剂达0.1% 死亡率相差27倍 大陆防疫专家张文宏说 不打疫苗不一定有事 但有事的绝大多数 都是没打疫苗 港府已加强 厂照中心的疫苗接种 疫苗通行证到5月底 也规定要打三剂 香港新增14000例缺诊 第五波疫情总数近105万 死亡5900人 死亡率0.56% 专家认为第五波疫情 高峰期已过 但社交距离限制 会维持到4月20号 而停飞超过100天的 英美九国禁飞令 4月1号取烧 已完成疫苗接种的香港居民 在饭店检疫时间缩减为7天 而原定3月抵达全民强制检车 因为专家研判已过了最佳时机 所以暂缓推行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